來,各位,我們就拍這三個 我們先把上禮拜的東西做一下簡單的複習 那這個,上禮拜我們有談到Threading My Entry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們看下面這個範例 就是說,比如說,這個第一的右邊 他原來連到一個I,I他是他實際的這個小孩 他就OK 但是呢,如果這個I,他右邊是沒有小孩的 那我們就會把他連到什麼地方呢 連到他的In Order Succession 所以就是,如果你的右邊齁 這個right child,外邊是一個0的話 那我們會把你連到這個In Order Succession 那同樣的道理,如果你是左邊的小孩 但是左邊小孩是0的話 我們就幫你連到In Order Succession 好,所以像這個I,他左邊 這個右邊沒有小孩,他連到他的In Order Succession 然後這個I,左邊沒有小孩 所以他連到他的這個左邊的Bitch Succession 那像D,他就有小孩 他就實際上就連到他這個 左右的跟兩邊的小孩 好,那為了這個 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那我們就增加兩個欄位 叫做Right Thread Right Thread 那這個Right Thread 就是如果他作為True的話 代表他真的是一個Thread 那這個Thread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Right Chair 他所連接的地方 不是一個真正的小孩 是一個In Order Succession 那如果是這個Right Thread 是False的話 那就是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他的Right Chair 他是自在於小孩 他就連到真正的欲望的小孩 所以我們就增加一個欄位 增加兩個欄位 一個Right Thread 那同樣道理 Left Thread也是同樣道理 那這個是上一次有談過 就是我們在這個ThreaderTree裡面 我們要找In Order Succession 那這邊這個有一個Program 那再下來就是 我們假設有把一個點 增加在S的右邊 變成右邊的 這個S的右邊的小孩 那在增加之前的話 CAS管箱的另外一個情況 這個S的右邊本來是沒有小孩 那右邊沒有小孩 它有虛線 虛線代表什麼 它是一個Thread 然後連到它是In Order Succession 那我們加1P之後 像右邊這個 加進去之後 那這個R 就成為S的右邊的小孩 那這個R 它的這個 右邊主邊都沒有小孩 所以它就 會變成這個 指向它這個地方 Threader 那這個Threader的方式就是 你就是要去稍微檢查一下 你這個R In Order 它的下一個是誰 它的簽一個是誰 你就把下一個是簽一個 把它弄弄清楚了 那基本上這個虛線就會做出來 再過來這個 稍微複雜一點 就是 你這個S 的右邊 S的右邊 這個是 有小孩 原來有小孩 現在我們要印射這個R進去 那R 印射進去之後 就像 右邊這個 就是 你把這個P 往下掉下來 那一樣的道理 你不要去看 就是說 那這個放進去之後 到底哪些地方要改變 那實際上有改變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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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一個是什麼 還有一個是 原來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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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的 它的下一個 這個 它的下一個 這個 這個我們必須把它找到 那找到之後呢 它原來這個虛線 連到這個 這個 現在這個虛線啊 就連到這個R 那就是 你的這個 原來的 它的下一個 這個 我們把它找出來 那剩下部分其實 沒有沒有變化到 那當然你這個 右邊的小孩是這一個 R 右邊小孩是這個 當然要我猜 好 那這個是 我們怎麼樣把 這個 音色的一個 這個 R 變成S的右邊的小孩 就是扣的 在外 在外是 有關於 Priority Queue 有優先順序的 Q 那有優先順序的Q 就是我們 放進去的資料 是根據它的 紙 放到它 適當的位置 那我們看這個 這個 上面這個 這個是 Masmar Queue 就是把 比較大的紙放到 比較上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上方的紙啊 就是這個 Pain的紙啊 比它兩個小孩還要 大 然後這個十二雷 又比它兩個小孩還要大 這個就是 我們的這個Mas Queue 但是不同 不同這個 像這個7啊 跟這個10 他們不是屬於 同一個這個 這個Parent 那他不是屬於 同一個Parent 這個沒有辦法比到 比較大10 那在這個 Mas Queue 裡面的話 我們所用的 資料結構啊 是一個 Complete My Tree 那Complete My Tree 就是說你這個 右下角 我們如果有欠缺 在右下角這邊 就欠缺 那上面這個圖 你在欠缺 就是右下角 下方這個圖 就是 比較小的紙放在上方 那這個Mas Not Queue 或者Mas Not Queue 我們要 長到最大紙 或是最小的紙 那因為 這個紙都在附屬的地方 所以Order One 就做到了 然後最後就是要 Insert 你要Insert 要Delete 都要花Long 5N的時間 這個Long 5N 基本上 就是我們Tree的高度 所以這邊 這個翻例就是 這個5要把它映射進去 那我們映射進去的位置 就是 映射在 下方 下方最靠左邊的位置 按照順序 下方最靠左邊的位置 把我們映射進去 那我們就先放這個地方 然後放這邊之後呢 他就要去比較說 你能不能放在這邊 所以他就跟他的Caring比較 那5比2還要大 所以我就跟他交換 這塊5比20還要大 沒有 那就停在這邊 那像這個21 我們要映射進去 假如這個是21 要映射進去 那21就比這個2 還要大 所以就往上升 然後21又比20還要大 再往上升 這塊如果我們要刪除一個點 那我們要刪除一個點的話 這個root 譬如說我們這邊是 重複的吧 這個資料把它刪掉 那這個地方刪掉之後啊 這個就欠缺了 所以我們就把 最下方的最右邊境 你就這個位置啊 不能再存放資料 我們就先把這個位置的資料 暫時把它放到路 這邊來 那放到這邊之後呢 接下來就要做調整 那這調整的方式是由上而下 所以呢 就是你的這個2 下方的這兩個 15還有20 比較大小 比完之後這個20比較大 那20比較大的 那個再來跟我們現在root來做比較 那20比2還要大 所以這個 調整完畢之後 不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那這個下面這個是另外一個範例啊 就是你現在把這個maxima 這個20把它翻掉的一個範例 好 再來是這個mine century 這個我們大概兩個禮拜 以前就說過了 那基本上這個特例就是 你那個 這個 left of tree 這個值是比較小的 right of tree 比較大 就是 這個是重要的特性 好 那我們的這個 maxima tree 我們 要加之力進去的時候 我們要加進 這個是 我們的設計 然後如果我們要加東西進去的話 一定是在立場中的加進去 就譬如說這個80 那你80這個比30還要大 比40還要大 所以你的位置在這邊 所以我們已經從立場中的把分析下去 然後如果要delete 這個情況就比較多 那第一種情況是 你要delete的這個資料 是在立場中的 那就刪掉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delete的這個東西 不是立場中的 譬如說這個地方 沒有被刪掉 那他原來有兩個小孩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的方式 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什麼 拿你的這個impo的succession 來取代他的位置 另外一個是 把in order pre-decedent 取代他的位置 那in order successor也好 in order pre-decedent也好 他都只會有一個小孩 那所以就可以取代之後呢 就可以馬接上來 在外面是 我們三次有到 談到selecting tree 那我們現在 假設這裡 有keg order sequence 就先排好順序的這個keg 我們要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合併在一起 那我們可以 建立這個 所謂的winner tree的方式 來把合併在一起 下面這個是 我們把這個東西要建造下去 去 然後把這個 把這個每一個run 那個最小子 先把它放到lib node 所以這邊有八個run 把他放到八個lib node的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 這個lib node跟lib node 比較 比較小的 因為我們要排的順序 就是小的就先出來 所以比較小的 我們就把它放到它的pair 9比10還要小 所以就上來 然後呢 這個20跟6 那6比較小 再過來6跟9 6比較小 6比較小 放上來 再過來6跟8比較 6比較小 所以這個 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 那這個就是一個分針的續航 那路者的地方 當然就是我們最小子 這個6 那所以我們第一次 這個進行monge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6 把它output 然後再過來就是 6 因為他從第四個 他是從第四個run 進來 所以下一次 我們從第四個run 再挑下一個 第二大的把它挑進來 所以你唯一會 會變更的就是這條路 其他路 其他路會變更的 所以我們把它挑進來之後 就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這條路是有變更來的 那所以我們每次印射一個東西 進來的時候咧 我們只是把這個tree 從live node到root 到root 這條路把手 一變就可以了 那所以這個時間的複雜度 就會 n 乘以 log k n 是我們的 n 是我們的 rault n 是我們的資料量 k 是我們的rault的數量 那剛才這個 相對這個winner tree 所以我們也可以 建造一個叫roaster tree 好這塊是這個horester 那horester horester就是好多的 好多的tree 把它連載起來 這個叫horester 那我們要表達一個horester 就是把它想像說 我們這個上方有一個 虛擰的一個阻結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連接的方式就是 你的左邊的小孩 連到的是你的第一個chart 所以這個 像這個a 他連到這個b 他左邊連到這個b b 是他的第一個chart 然後右邊的小孩 連接的是你的這個 下一個search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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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brother 就是你的兄弟 所以這個a 就連到這個e 是他的兄弟 右邊在這邊 那這三次我們也看到說 如果給你你order sequence 跟preorder sequence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 這個tree把它重建回來 再下一次 我們上一次 也最後談到 我們要算一算 到底這個mine tree有多好可 那譬如說這個n等於2的時候 如果你有兩個點的話 那這個b2就代表mine tree的數量 那你有兩個tree的樣子 那如果n等於3 如果你有三個點的話 b3等於5 你的mine tree的話 一共有什麼情況 上面這個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推導 就是說 那我如果是這個vn的話 vn的話 就是n個點 mine tree有幾個 那我們就可以說 那vn的情況呢 是什麼情況呢 vn的情況就是 我的左 就像這個tree裡面 就是我的左邊有幾個 我的右邊有幾個 那我左邊呢 現在就是把它設定 i一個node 那右邊呢就剩下這個 vn-i-1 還有一個點是放在路 所以你的左邊到底有幾個 然後再加上路 那整個就是 全部合在一起 就是我們有n個 我們有n個 那左邊有i個 右邊有vn-i-1 那這個數量呢 是用成的 所以你就是vn-i-1 用成的 但是i的情況啊 你左邊可以到 你從0開始 到 剩下n-1都在左邊 所以你就是這個 我們要推導這個公式 好 那這個推導公式有些複雜 那三次我們推導過了 那最後得到這個 這個狀況 那三次我們也看網頁 就是說 這個 他可能number 那他可能number 其實在很多條位 都會用得上 好 那這個 三一會兒我們也談到搜尋了 好 那我們這個 搜尋對 給你的一個 資料的動畫 就會像 我們這個 這個樣子 就是 我們的 這個資料啊 就是 有所謂的 一個RAG 兩個RAG 那每一個RAG裡面 它有很多欄位 其中有一個欄位叫做Key 就是關鍵的資料 就是Key的資料 那還有 其他欄位 那我們的主要目的 目的就是 跟這個Key的資料 把這個 進行sort 那sort完畢之後 像這個 右邊這個 我們把它sort完畢之後 按照順序有小我大 還好 那相對應的 其他欄位 當然要募付過來 一對應的是這個AA 這個欄位的資料 那二對應的是 這個欄位的資料 我們把它推運過來 那 可是呢 我們在 進行縮減的時候 經常的 我們需要資料做交換 那如果說 我們也要把 其他欄位資料做交換 那就花很多時間 那所以 真正在 應用上面 我們可能會 比較像 用下面這個方式 就是 我們會用 poment的方式 指向你的這個 真正的資料所在位置 那所以呢 我們就用這個poment 把他指過來 那未來 我們在sort的時候呢 是sort這個poment 這個指標 那當然指標的內容 不能sort 是指標所指的 那個p的資料 sort 所以 就是一樣喔 這個sort完畢之後 第一個 第一個位置要放的是 這個1J比資料 第二個位置要放的是 2J比資料 那你這個sort這個poment的好處就是 我們只要把poment交換就可以了 那你原來的資料不用交換 那這樣可以省時間 那當然你說 那我到這個sort完畢之後 最後我可不可以把這個資料 做一個充整 當然可以啊 那你就最後只交換一次 不會說 這個在sort的過程當中 健常交換 再下來就是 那我們這個sort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可以去做一些 這個工作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譬如說我們可以做 mine search 然後這位就是 sort的最好的演算法 這個已經經過證明了 是order n of n 好 所以這個下方這邊 就有講說 那如果你不做mine search 那你可能要做special search 因為你沒有排好順序 你要做special search 那special search你要花到時間 成功的sort的話 你大概一半的左右 可以找得到 所以你的時間步道就是order n 如果不成功的話 你轉到資料的時候 你就要全部的資料都轉到一片 所以你要花到時間是 這個n comparison 也就是order n 好那再過來就是 如果你是做mine search 你知道這個mine search 我們之前有工作了 你的時間步道會降到order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像下面這個一個應用 medification 就是我們想要知道說 兩個list有相等 那兩個list有相等的話 最好的做法就是 你把這兩個list都把它sort 那譬如說 六二三七九 把它sort之後呢 就是三五六七九 另外一個呢 sort完畢之後也是 三五六七九 那這兩個sort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 第一個跟第一個比較 第二個跟第二個比較 然後第三個跟第三個比較 一起類推 那假設上面是 其中有一個模樣不一樣 那就代表說這兩個list 沒有完全一樣 好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時間複雜度 從你這個sequential的tm 然後orderm乘以n 把它降到order n都給n 這要一個時間 好再過來 我們今天新的這個東西 我們先看一下 對於這個sorting 我們有些名詞的定義 那第一個定義就是 所謂的stable 那stable這個英文 換成中文 當然叫穩定 所謂穩定的sorting 那這個穩定的sorting 是什麼意思咧 我們就看下面這個範例 就是我們在sort的時候之前 我們有這些資料 那其中這個7有兩筆 是一樣的資料 但是我們為了分辨它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們下面寫一個a 然後這邊下面有一個b a跟b是原來資料是沒有的 是我們故意把它標記上去 讓我們辨識它的位置而已 好 那sort了之後咧 3 5 6 7 7 現在7有兩個 然後還有9 那假設sort完畢之後 你的a的位置 原來在還沒sort之前 這個a的位置在比較前面 sort了之後呢 你的a的位置仍然比較前面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說它是stable 就是7的這個資料 這兩筆7的資料 我會交換 還是按照星距來 那我們就說那叫stable 所以我們這個正式的定義是這樣子 假設這個rack the rack with the same key 有相同的key have the same relative order 相對的順序 as they have before sorting 如同他們在sort了之前的順序 就是你那個key 像這個key 7跟7 他們有相同的key 那他們sort了之前跟sort了之後 他們的相對位置是一樣的 如果你的sort了能保存這一點 那我們就說你的sort了是stable 那有這個未來我們等一下馬上介紹的 這個sort了 有些是stable 有些不是 我們考試最喜歡考 哪些sort了是stable 哪些sort了不是stable 那我們要介紹10種sort 每一個你都要弄清楚 哪一個是stable 哪一個是stable 不是stable 好 再下來 internal sort了 internal是內部 相對應的叫做外部 external sort 那in跟外 in跟external in內部跟外部 到底是個所謂 內部跟外部到底什麼意思 這邊的內部就是 電腦的內部 跟電腦的外部 我們這邊所謂電腦 就是在記憶體裡面 記憶體裡面呢叫做電腦內部 記憶體外面叫做電腦的外部 好 所以呢 換句話說 又非常簡單 這個internal sort 這個j演算法 它應用的時機是 我可以把所有的資料 都放在主記憶體裡面 那放在主記憶體是什麼意思 就是 我的資料啊 可以一次把圖進來 放在array裡面 那放在array裡面 我想要進行操作 那我說 a括號i 那我就可以拿到di的資料 a括號j 那我就拿到j的資料 立刻拿到 所以internal sort 我們可以不用考慮 將來讀檔案的時間 不用考慮這些東西 我們就一次已經把 我們記憶體裡面來 放在array裡面 你就可以進行 我們要進行的這個領算法 這是internal sort 所以internal對應了什麼 是記憶體裡面 這個同學真的要把它標記起來 好不好 真的要把它標記起來 internal 是在記憶體裡面 對應的就是external 在記憶體外面 那在記憶體外面就是 你的資料太多了 沒辦法一次把它撐到記憶體裡面 那我們就要把它分批把它撐進來 所以你的資料就是 配方在輔助記憶體裡面 五個記憶體的位 輔助記憶體 那什麼叫輔助記憶體呢 比如說我們電腦裡面 最單純的就是 我們的disk就是輔助的記憶體 那maverate就是我們一般的輔助記憶體 那你現在去買電腦 我們現在的這個一般的電腦 我們的maverate 一般的電腦 我們4GB桿 可能8GB桿 這是我們一般的電腦的情況 那你的輔助記憶體呢 最少先來買電腦 500GB 1000GB就1T 這也是最平常的 所以你的這個輔助記憶體 遠大於你的這個主記憶體 那有些資料 假設你的資料有100個G桿 那你100個G桿 沒辦法全部塗到我們的maverate裡面 那你怎麼辦 你就要分批塗進來 分批去sort 然後有些連算法 就是專門來應付這種大量資料的情況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1T的情況 那我們談的這個演算法 有些演算法是 僅適用在1T 那有些演算法 它也可以適用在1T 我們未來談的 就是 這個未來談的 那個演算法當然在1T都可以用 但有些演算法不適用1T 有些人是僅適用在1T 好 那我們馬上來開始介紹這個演算法 第一個我們要介紹的是 影射性sort 影射性是插入 法制要把它插入到正確的位置 那我們用這個範語來說一下 我們現在的目標是 由小而大把它排序 那由小而大 這個我們馬上翻譯成英文 就是 這個decreate這個字本身是 減少 浪就是否定 所以就是不減少 不減少意思是 先小後大 不減少 慢慢的變大 所以是這個由小而大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影射性是怎麼做 這個影射性的做法就是 一開始我們這一串的比較漂亮 沒有排序區的 這個沒有排序區的 我們的最後目標是這樣 由小而大 所以小的在左邊 大的在右邊 這是排序區的 那我們怎麼做呢 第一個我們就假設這個五螢幕在正確位置 我們要把第二個資料這個9 把它放到正確位置 音色的 把它音色到正確位置 所以我們這個5跟9就做比較 看我能不能放到更前面的地方 那在這個方法裡面 5跟9 這個比完之後 大小就 位置已經定位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的前面兩個資料已經排好順序 前兩個排好順序 這個我們是要做一個PASS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的這個PASS 完成的時候 5跟9已經定位了 排好順序了 下一個我們要把第三個資料這個2 把它放到正確位置 那我們怎麼放呢 2先這個跟 前面這個9比較像 2比9還要大 還要小 所以呢 2可以超越9 放到更前面 那放到更前面之後 我們2跟9就對調 就像這樣對調 對調完畢之後 下一個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2跟這個5 那2又可以超越這個5 所以我們就對調 對調的時候咧 我們第二個PASS 第二個PASS 關閉了 那第二個PASS 關閉的時候 2、5、9 已經排好順序了 所以下一次我們第三個PASS 開始 我們要把第四個資料 把它放到正確位置 那我們要怎麼放 8跟9比較 那8比9還要小 所以我們就對調 接下來我們就想要把 8跟5做比較 那比較畢之後咧 沒有變化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第三個PASS 完畢 那第三個PASS 完畢的時候 前面這四個資料 就排好順序 2、5、8、9 另外第四個PASS 我們要把第五個資料 把它印射到正確位置 那做法一樣 6跟9比較 6跟9要對調 6跟8比較 6跟8對調 6跟5比較 6跟5比較 6跟5比較對調 那不要被對調的話 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最後得到這個 2、5、6、8、9 這個排好順序 就是我們每一次都處理一筆新的資料 那這一筆新的資料咧 我們都是由右而左 從右邊把它想辦法放到左邊正確的位置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印射到它正確的位置為止 這是我們核心的概念 那這個方法需要做到一個PASS 我們剛剛那個PASS的概念就是 每一次放入一個新的資料 叫做一個PASS 那我們現在 除了一開始 這個最開始那個5號 第一個PASS之前 排練開始做的時候啊 我們就講這個5已經太有興趣了 所以我們從第二個開始 到最後一個 第二個到第二個 第二個到第二個 我們就把它放到正確的位置 那所以呢 我們就需要N-一個PASS 然後再下來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 你這個要印射進去的這個資料啊 要越過前面好幾個人 那你花的時間就比較多 你要越過的人越少 你花的時間就越少 那你什麼時候會越過的人 非常少呢 就是你的資料 差不多排好 大致上排好順序 所以呢 如果你原來資料已經排好順序了 2568 那每一次你要印射一個新的資料的時候呢 他根本就不會跟左邊的人做交換 所以他就不會抽類左邊的人 那所以就很容易就印射進去 然後再把6要印射進去的時候 這個也排好順序了 所以6跟5比較就結束了 再把8跟6比較也結束 9跟8跟5比較也結束 所以 如果你要印射這段的時候 那個資料本身已經排好順序了 這個是最容易做的齁 時間是花最少 好 所以什麼叫BEST CASE 最好狀況 最好狀況指的當然是隱身受的嘛 對於其他受的來講不一定的齁 最好狀況是隱身受的最好狀況就是 在還沒排序之前 你的資料已經排好出去 那每一個PASS呢 你只要比較一次 因為你要印射你就跟左邊那個比較 那不能超越 我們那個PASS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的話只要需要什麼 N-1次的比較 所以如果你知道齁 你的資料將近排好 那其實隱身受的效率還不錯 你只要相信排好的情況 那什麼時候是最差 最好就是都不要超越左邊 最差呢 就是超越大部分的左邊 那超越大部分的左邊 最差的方向就是一直超越到最前面 好 好所以呢 各位也可以想像一下齁 剛剛我們這個資料裡面齁 像這個2齁 我們要把這個2把它放進來的時候齁 這個2齁是比5還有9還要小 所以他一定要齁 超越這個9再超越這個5 才能夠把它放到最前面的地方 所以他是超越整個東西 那因此齁 想像一下 講到對來 下面要再進來的時候 又是最小子 你每次要放進來的時候 是當時的最小子 他就要放到最前面的地方 所以 What's the case 就是你的資料已經 完全按照相反的視訊 完全按照相反的視訊 Worst the case 你的資料看 反過來 這是最糟糕 好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Worst the case的這個 時間複雜度 那你要把 一筆子要放進去 到底花多少時間 我們看一下齁 假設齁 你這個 這個5齁 這個9比這個5還要小 假設這個皮特克就是一個4齁 那你要放進去的話 你就是一次比較 然後超越它 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 我們這邊的這個 比較次數齁 就是一次齁 然後呢 如果是你這個 像這個2要放進去的時候 你要比兩次 因為它當時的最小 你要比兩次 好 所以兩次 然後再過來呢 你在下一個part的話 你要比掉三次 所以一次雷推 就得到這個 那這個時間複雜度 我們要加一下 算一算齁 這個就是2分之n 乘以n-1 那我們說這個的話 就是什麼 跟n平方大 跟這個n平方乘這麼多 那個小的像啊 我們就不要管它了 所以我們這個就稱呼它 是order n平方 這個n平方 那 這個很多同學喔 讀完了這個字叫 Ego 看到這個字好 不會念喔 這個字怎麼念 order啊 不是什麼大歐小歐 那叫order啊 order就是 四句那個order order n平方 這個念法就是order n平方 那如果你不會念的話 你就不要跟人家說 你曾經上過姚老師的資料解過 可以講的 這個叫order n平方 好 那 再過來一次 當然我們在談這個 order n平方的時候咧 那我們再提醒這位一下 這個order order order n平方 這個概念就是order 概念就是at most 這個open的概念就是at most 最多 最多跟什麼 跟n平方乘這麼多 好 好那我們為什麼 要用這個概念來表示 我們的這個演算法 因為我們不知道 你的電腦速度有多快 你的一個比較到底要花多少時間 其實真的要花幾秒鐘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 你將來不管電腦怎麼改進 如果你要說insert 那你的這個比較的順序 步驟啊 你就需要n平方的比較的這個量 所以我們就發選order n平方 然後呢 我們在算的時候咧 其實我們 有些小箱子我們都不管 我們重要的就是那個 那個最高次的那個n平方 那在這邊的話 這個e加到這個n-1 這是2分之n 過2乘以n-1 這個很容易算 這個對演算師傅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很容易估計 這個也非常容易算 那我們把它寫成order n平方 那你會說 那我們為什麼 不是剛剛好是n平方 為什麼要講atmos 為什麼要講最多是n平方 因為碰到有些case很難算 那很難算的話 我們就稍微籠口算一下 說它最多是這樣子 這個case很容易算 有些case不好算 那我們就籠口說它是atmos 好 好 那這個是 我們剛剛所提的insert 的proven 那一部分 就是proven 但是一部分就 跟下面那一個合在一起 才是proven 這是insert 把一個資料把它insert進去 的方法 那在這邊 在這邊特別提一下 這個 我們看一下 這個可能 各位要 這個 寫作的方法 我們要怎麼讓 口吻有效 這個寫作方法 我們可能這邊值得學習 這個資料它原來 我們這邊的話 它從第二排是a1到an 雖然我們的這個c 語言的這個 這個資料 array是從0開始就數的 可是我們那邊sort的資料 是從a1到an a1到an 那 現在呢 我們準備把什麼 把一個新的資料叫做1 把它insert進去 前面已經排好了 前面排好了 我們就是什麼 a1到ai 前面已經排好了 a1到ai 所以a0是沒有放東西的 a1到ai已經排好了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 把它放進去 所以這個口吻 你要這樣想 這是1 2 3 然後呢 這是第1個 位置 0的位置是 是沒放東西的 然後呢現在我們要準備把 下一個 下一個這個叫做1 下一個這個叫做1 我們要準備把它放進去 下一個其實就是i加1 i加1這個資料 在這裡就是1 我們要怎麼把它放進去 我們要把它放到裡面去 那我們剛剛說過 你要放進去的方法是怎麼做呢 你如果比這個還要小 如果你比這個還要小 那我就超越你 好 那它這邊有個技巧 它把這個a0放b a也放1 這邊放1 這邊放1 我們來看一下 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剛剛那個這個 剛剛那個放1 我們看一下這個放1 譬如說這個5 9 現在要把2放進去 這個5 這個9 那現在我們準備把這個2 把它放進去 這個2 這個2準備要把它放進去 所以這個2就是我們的1 2就是我們的1 那i呢就是現在第二個 i就是2 這個就是i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同仁 我們要放進去的時候 比如說 5 e小於ai 你這個子呢 小於ai 小於ai 我就準備超越你 好 那我小於ai 接下來怎麼做 ai加1等於ai 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 我現在要把 這個9把它翻加 9把它翻到這邊 這個9 這個9 現在1等於2 我忘記了 所以我就是把 ai加1 這個位子的資料 從ai那邊看過來 然後接下來這個i-1 所以i-1兩個 我們前進去下一個位子 好 然後再過來看看 1有沒有小於ai 現在i-1 i是變這個 那1還是小於這個 1還是小於這個 所以我們再把 再把我把它翻加 把它翻到這邊 現在i-1 所以這個ai加1 等ai 就是把這個5把它看出來 然後接下來 要記得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有一個什麼 a-0等於1 所以呢 我們當時已經先把2放在這裡 然後再下一個 1小於ai 1小於ai 這個2沒有小於ai 2沒有小於ai 那我就停了 就結束了 好 所以呢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在比較的時候啊 我們會一路比 從這個最右邊的那邊 那邊是比 比到最左邊 甚至沒有資料的時候 我們要比 那 這樣的話 你有一個麻煩 就是 我們要比這個1的這個值 1的這個值要比較 你還要去看看 它是不是到了左邊鍵 因為到了左邊 左邊是沒有資料的 所以 大部分的寫Program 都會用這種 比較笨的方法做 就是我們 每一次 我們每一次 都要看看說 我的1的資料啊 有沒有比我現在這個資料還要小 好 如果有沒有比他要小 第二個 他要比說說 我已經到了大廊左邊 左邊鍵了 那 現在我們把 這個1 直接卡比到這邊來 那這樣的話 你不必比較左邊鍵 因為比到那個2的時候 它自然有一個平掉 所以你看 這個就是 我們 不用去 測試啊 不用test 它是不是end of list 是已經到了左邊鍵了 不用測試 所以 這個看是非常簡單 但是呢 這個就可以讓你節省不少時間 你不用去測試它是到左邊鍵 好 那這個 這個 完整的這個Program 在這邊 這裡面就要呼叫這個insert 那你這個 一個一個把它insert進去 那今天就從2 剛我們講從2個開始 從2個到DN個 從2到DN個 我們要把insert 到我們的list裡面去 insert 就是剛做的 那這個insert 就是我們 它要呼叫前面這個insert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介紹的這個insert 我們這一堂課就提前 是 下一個好